第九屆全港運動會正式開幕 八大競賽項目 我們先跟大家看看 羽毛球的賽事 項目同樣有分ABC三個年齡組別 第一次參加的黃大仙區代表葉建林 就跟女兒一起參加 媽媽女兒齊齊凍起來 感覺我也覺得挺混憾 其實這次第一次參加 我抱著試試那種態度 除了我本人參加 我也鼓勵我自己和女兒參加這次比賽 粗糙的鼓勵她參加 女兒說,媽媽,為何你不參加 我說,因為我覺得自己的能力 也不太足夠 她說不要緊,你試試 你可以出這種運動 其實是很難得的機會 南雙的戰況就很激烈 這場初賽,南三的沙田代表 強仲浩和鳳仙龍 對荃灣的陳隆威和顏智雲 兩隊要以決勝局分勝負 最後沙田代表以21比11 取得第三局,成功晉級 我參加了好像四、五屆港人會 很開心,可以代表沙田 自己本區出賽 都是一種榮衡地代表自己區區出的比賽 很高興香港本地 可以舉辦這麼大型的比賽 然後讓不同的人參與 這些項目的比賽 除了區制體育比賽 今屆港運會 亦有硬地滾球賽事 提倡雙見共融 三個比賽日分別有個人、雙人、團體 以及BC3四個組別 調景嶺體育館就是決賽的地點 開幕典禮的地點當然是紅館 聖火儀式就由 里約奧運冰冰球女單金牌丁玲 杭州亞運兩銀得主許得恩 東京奧運羽毛球混雙金牌 黃以律 以及冰冰球女子團體 銅牌蘇慧欽一起燃點聖火 號召十八區運動員 努力在賽場上發熱發光 主力嘉賓為三龍十八師點睛之後 就有多個精彩的表演 其中陳展鵬和潘靜雯 就以音樂劇的形式 演繹蘇惟欽和爸爸的 乒乒父母婦女情 我只是大聲和你討論而已 而兩位港隊武術的代表 沈曉如和許得恩 就化身黃蓉和寧胡聰 重新演繹金融小說中的角色 各位歌手和我們的藝員同事 再歌再舞 就當然不少了 就連運動員連翼禧 李家維和黃曉瑩等等 都為大家送上Live Band的表演 象徵港運會隆重開幕 全港運動,全城一道